總統的國慶文告 再次強調兩岸互不隸屬 這當然也是延續 就職演說史的基調 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權體 由中華民國國籍者 為中華民國國民 由此可見中華民國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稱呼對岸 學者分析其中蘊含的 自然是兩國論概念 對北京的方面主要就是兩國互不隸屬 那這一點其實他不會有任何的改變 因為當520公開講出這樣的立場的主張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強烈 賴金德總統在兩岸政策上跟路線上 應該已經是非常的確定 能夠調整的空間我想才是非常有限 算一算總統的國慶文告幾乎多以中國來稱呼對岸 前總統蔡英文常用的兩岸僅有兩次 但回顧蔡英文的國慶文告去年兩岸用了十次 前年也有九次 至於中國各一次 有時則會出現北京當局 總統的國慶言說國台辦晚間駁斥 三頁的回應內容只賴清德編造台獨謬論 來鼓吹新兩國論兩岸政策 雖然總統延續蔡英文的路線 但史官論述上仍有些差異